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今天呢讲个好玩的事 看这标题没有 阿根廷总统候选人说中国不自由 你愿意与刺客交易吗 今天呢聊一聊这个阿根廷最近的这场选举 阿根廷呢上周搞了场初选 初选的民调呢现在已经出来了 今接近三成啊阿根廷民众呢 把这个票啊投给了这个极右翼 被称为阿根廷特朗普的哈维尔米莱 这么一个极右翼政客 在我眼里呢就是一个极右翼魔证人 他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 如果呢不出意外 按照按照这个结果下去的话 阿根廷如果的反对派 就反对他的不能组成一个统一的联盟 他将成为下一届的阿根廷总统 最近呢他接受了阿根廷媒体专访的时候呢 他聊了他一系列的政策 这些的政策单拿出来的每一项都是非常非常雷人的 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其实呢我看到了这些雷人的政策之后呢 我是特别特别的希望他当选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人当选 如果这种人在美国当选呢 那对世界是一个灾难 因为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 如果这种人在第三世界国家像阿根廷这样的 基本上已经成为一种 就是说一种笑话的这种国家 一种失败的国家 有这样人当选呢 我是特别希望他们当选的 为什么呢 我希望呢他把阿根廷呢 搅了一个浑水 最后阿根廷啥也不是 以这种形态出现在世界的舞台当中 给大家演绎一出 什么叫民粹最终的形态是什么 所以呢 这一次呢 让给大家解读一下啊 阿根廷总统候选人啊 民调领先的就是这个极右翼 哈维尔米莱应该叫先生吧 在我眼里呢 他啥也不是 但是呢 还是叫先生吧 你看他的政策是什么 首先他认为呢 阿根廷欠了一屁股债啊 欠了这一屁股债呢 都是啊 阿根廷之前政府 他的这种所作所为 这些政府呢 他不作为 这些政府呢 把国家给毁了 之前的人都不懂政治 之前的人把阿根廷呢 陷入到深渊当中 他是阿根廷的大救星 他是来解救阿根廷的 阿根廷所有的矛盾 之前都是之前人犯的错误 他呢 能把事情解决 他有方法 他的方法是什么呢 要关闭央行啊 把阿根廷的央行呢 给关闭了 然后呢开放阿根廷所有的矿产农场 然后呢让美国来收购 等同于什么呢 把阿根廷呢 变成美国的附属国 然后这个国家呢 全面的用美元化 什么叫用美元化呢 就直接了当用美元了啊 不用阿根廷比锁了 央行废掉 然后呢全面用美元化 成为阿根廷 成为美国的附属国 他想做这个 不知道能不能成型啊 但是呢其实呢如果有人说美国的CIA呢 后边使了使了钱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可能性还是不小的 但是呢美国的中情局现在干这种事呢 可能呢有点晚了 什么叫有点晚了呢 因为你说中情局冷战初期的时候 干这种事还是可以的 现在你干这种事呢 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阿根廷呢 他的民众呢对这个政治呢 已经比较厌恶了 对现在阿根廷的情况呢 已经不抱有希望了 突然出现了一个魔证人呢 他们可能会让魔证人试一试 其实这个东西呢 与其说是美国CIA 不如说阿根廷这个国家 他根本压根就不行 这就是拉美政治的疯狂 要么这边一个极端 要么另外一个极端 要么魔证人 拉美呢经常会选出来这样的人 选出这样的人 抱有的是主义 抱有的不是务实 他不会用务实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他只会说自己站在什么主义上 站在这个主义上 最后能解决问题吗 解决不了问题 然后另外的魔证人会上来 其实阿根廷这个魔证人呢 是非常明显的 像米莱这个人呢 头一个 他说要关闭央行 全面美元化 这头一个 第二个呢 他要冻结与中国的关系 为什么他说要冻结与中国的关系 他这么认为呢 他说呢 在中国呀 人们不自由 他们不能做他们想做的事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他们会被杀害 你会跟刺客交易吗 如果他说的这些东西都对的话 那我也会跟所谓的刺客交易 为什么 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讲究的是利益 不是道义 汉弗莱爵士说这么一句话 我们可以认为 跟我们民众认为的坏人做交易 因为他符合我们的利益 反而会牺牲盟友的利益 为什么 当不符合国家利益的时候 那我为什么还要做那件事呢 这个人很显然就不明白 他很显然呢 就抱着主意 抱着这种摩证人的态度 你跟他解释中国到底什么样 其实呢 无所谓 他听不进去 知道吧 我看到外交部对他这种发言的回应 说希望米莱先生到中国来走一走 你看一看 看一看中国的发展 看一看呢 中国的形态 是不是像你说的这样不自由 是不是想让你说的这样 就是说你人们随便做一件事 就会被杀 是不是想让你相信的这个样子 其实呢 我个人觉得呢 外交部太仁慈了 中国的外交部太仁慈了 中国的外交部很有时候 在应对这种发言的时候 应对这种摩证人的时候 其实就应该等着 就应该不予评论 知道吧 就应该不予评论 反而支持他当选 我告诉你为什么 我告诉你为什么 对付这种人 对付这种人必须要打疼他 什么叫打疼他呢 让他吃到苦头 让他的民众彻底的受苦 他才能明白这个教训 以后你再选上这样的人 你小心点 你明白啥意思不 这个人呢 自己说了 他要反对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外交 反对社会主义的外交 那中国呢 绝对是社会主义 对不对 中国自己说了 自己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啊 其实他反对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呢 他加了他这个阿根廷主要的这个这个执政党 现在这个执政党他搞的这种就是说民族社会主义 其实呢 他反对的是这个 他是说呢 反对一切社会主义 其实目的是什么呢 反对政府干预 他呢 所相信的就是完全自由化 磨正了的新自由主义自由化 所以他现在搞这东西呢 实在有点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在里根时代你这么搞是可以的 比如说里根时代呢 阿根廷就出了一个魔政人叫加尔铁里 加尔铁里跟当时的中国关系也是非常非常的赖 加尔铁里在自己的国家里边搞这种新自由主义 当时呢 加尔铁基本上让他搞废了 但是加尔铁里这个人呢 特别的刚 为什么特别的刚呢 1982年的时候不是把马岛给占了吗 把马岛给占了 说要收复马岛 结果最后怎么着了 撒切尔夫人两艘航空母舰 两个航母战斗群 万里奸程 直截了当 跟阿根廷一个照面 阿根廷就结束了 就撇了 就这么一回事 然后加尔铁里呢 就黯然的下台了 其实加尔铁里呢 当时就是一个魔政人 当时呢 他他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现在呢 阿根廷又出现这么一个东西 在全球都在搞补贴的时候 全球都在搞所谓他这个国家主义的时候 全球都在搞产业政策的时候 阿根廷要开放自己的市场 要开放自己的国家 随便随便你怎么玩 你现在通货膨胀这么高 你现在这个经济彻底捏了 彻底废了 你可以把自己搞死 我现在就想看着你怎么把自己搞死 第三件事呢 他说要退出南方共同市场 为什么呢 他说这个南方共同市场啊 没有给阿根廷带了利益 但关键点是什么呢 阿根廷你不是相信自由主义吗 你相信自由主义 如果你退出了南方共同市场的话 那你得不到巴西的大市场 你得不到智利 你得不到周边国家的市场 你怎么办 你一点方法都没有 你一点方法都没有 就你那点东西 你的农产品跟谁是竞价的 你的农产品跟谁是竞争的 跟美国是竞争的呀 到时候中国你说你冻结跟中国的关系 最好到时候你也跑到台湾 现在扯点什么事 扯点什么事 然后中国彻底冻结了跟你的关系 你的农产品能不能卖出去啊 中国可以不买你的农产品 你农产品不怎么样 其实咱这么说啊 咱说牛肉 牛肉什么地方的牛肉最好 美国的牛肉最好 这个咱必须要承认 美国的牛肉最好 排名老大 如果你给个分的话 应该是A 然后呢 B类的牛肉是谁呢 比如说日本的牛肉 比如说这个澳大利亚的牛肉 比如说加拿大的牛肉 这是B类的 C类的是谁呢 就是巴西跟阿根廷这类的国家 包括这个印度 印度这个国家的牛肉也不咋地 阿根廷的牛肉不怎么样 现在是什么呢 中国呢 跟美国跟加拿大这些国家呢 关系不太好 然后呢 主动呢 去买阿根廷的牛肉 结果现在阿根廷怎么着了 你想那什么 你想跟美国扯没用的 你想跟美国搞好关系 或者是你想成为美国的附庸 最后怎么着了 你的农产品能不能卖出去 现在别忘了 全球有没有粮食危机 有粮食危机 是政治导向 是人为的 但是全球粮食 现在是过剩的 可以告诉大家 粮食是过剩的 你阿根廷可以没有你阿根廷 你小麦到时候卖不出去 你牛肉到时候卖不出去 那是你自己的事 而且呢 我是特别希望看到这一点 为什么 对付一个魔证人来说 必须要出重拳 不能让着他 让着他会助长他这种心情 你把他请到中国来了 他看了 看了之后 看到中国的繁荣 看到中国这些事的 这些事的时候 他会说 那你让我宣传 咱社会主义有多么好 那行了 回去更加魔证 可以告诉你 这种人就不应该惯着他 就应该给他重拳出击 明白啥意思吧 所以呢 他说退出南方共同市场 随便让他退 第四个 说切断与巴西之间的贸易 为什么他说要切断与巴西之间的贸易呢 因为巴西的总统卢拉 那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他反对的是卢拉的社会主义 他不愿意看到南方共同市场 被社会主义者领导 他不愿意看到卢拉这个社会主义呢 对阿根廷说三道四 这个时候呢 应该怎么办呢 果断的切断与巴西之间的贸易 好了 巴西是阿根廷的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是阿根廷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这个时候都被他切断了 看看阿根廷到头来什么样 其实吧 为什么我说我希望这样的人当选呢 因为呢 我不是说我希望我支持他 而是什么呢 如果阿根廷能把这样的人选上来 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不配有尊严的活着 明白啥意思吧 你选出这样一个魔证人 能给你带来最大灾难的魔证人 你选出这样的人来 你想让他解决你的问题 他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他会把你的问题变得更大 他会把你的事情变得更糟糕 但是呢 你想让他把你解决 那好了 太好了 我支持你 我双手赞成 我支持阿根廷人民选择这做出这样的选择 你以为你谁呀 把你当成美女 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公主啊 现在中国是看是是待见你 现在中国认为说跟你搞好关系 能增强两国之间的能增强两国之间的利益 你现在主动的跟中国进行切割的话 那随便随便切割 少你也不少你一个 明白啥意思吧 你跟中国差着多远呢 你看着没有 你看着没有 中国现在在干什么 启动非洲板块 把非洲板块拉起来 然后让你拉美 他有一点机会 你阿根廷啥地方啊 阿根廷跑到中国来 你走这个太平洋 横跨一个太平洋 等于走半个地球 你走另外一条路 另外一条路 虽然近点 那也不远 不近呢 明白啥意思不 你阿根廷的牛肉 能比美国的牛肉早先卖到中国 原因是什么 还不是因为你阿根廷政府有诚意的跟中国搞好关系吗 还不是因为就是说 中国可怜你吗 你以为你谁啊 你以为你谁啊 你觉得你自己给你个鸡毛 你就是另见了 还有一件事是马岛这件事 我就不知道这个总统候选人在马岛这个问题上 他应该怎么解决 当他把中国得罪的那一刻 马岛这个事该怎么解决 你别到时候说啊 你必须承认我马岛 要不然我在台湾上怎么着 如果你这么着的话 到时候到头来 你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到时候马岛可能在中国这个宣传口径上变成福岛 都是有可能的 别忘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 这个岛叫什么名 这个岛叫福岛 福克兰群岛 明白啥意思不 明白啥意思不 英国重要还是阿根廷重要 现在看来是阿根廷重要 但是阿根廷中你蹬鼻子上脸 到时候谁重要真不知道呢 国际关系就这样 国际关系没有道义 国际关系只有赤裸裸的利益 明白啥意思不 如果你这点东西你不讲解的话 到时候来你在国际上你没有地位 你在贸易上贸易上你你走不出去了 然后呢你自己的经济搞不起来 最后呢你一塌糊涂 一败涂地七零八落 整个的彻底的捏了彻底的废了 比现在还不行 现在你的通货膨胀100% 是不是啊 现在你通货膨胀100% 到时候你通货膨胀1000%的时候 再到头来找中国可就不是这样了 再到头来找中国那是什么 那是一个抄底的机会 什么叫抄底呢 全方位接管阿根廷 你阿根廷即便你矿山 你叫美国买去了 全方位接管阿根廷 怎么办 你矿山我不管 你农场我不管 我在阿根廷驻军 我在阿根廷开设军事基地 行不行 我只要开设军事基地 你看美国啥反应 你看美国啥反应 到时候可就有戏看了 到时候可就有意思了 到时候你想再搞好 搞好那个阿根廷跟中国的关系 那么你就得拿出点什么东西来 你什么东西拿不出来 你矿山你农场拿不出来的时候 到时候你肯定是拿出来你的机场和你的港口 到时候就是军事基地了 你明白啥意思吗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是这个 我还是那句话 阿根廷这个魔政人想当选 随便当选 本来这些国家 拉美这些国家呢 都没有什么希望 其实咱这么说啊 拉美的国家可以左翼可以右翼 这些国家比较魔政 而且呢 拉美在民族性上 在发展的欲望上 其实远远不如非洲 非洲是想发展没有机会 想发展没有能力 整个这些拉美国家 生活条件其实真不错 但是呢 他们基本上已经躺平了 基本上已经卸菜了 这就是拉美这些国家 包括阿根廷 阿根廷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如果这一次 他真的要那什么 要选出这样一个魔政人来说 好 让他当选 让他当选 让他把阿根廷整得烂七八糟 其实咱这么说 阿根廷这个国家只配 在世界杯上捧一点大力神杯 足够了 其他的东西他还真不配 美好的生活离他远去 最后他这个国家啥也不是 被全世界人民唾弃 这是最简单的 也是他最理想的归宿 如果他能选出这样的魔政人来说 那让他魔政人接着执政 让他把阿根廷带向万丈深渊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定位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